大部分我们现在当教会 随着规模越来越大 那么会在台上能够来服侍 都是非常有恩赐 它就是属于这个职份的 你会看到很棒的敬拜赞美 你会听到很棒的信息 可是人在这个信仰里面 有的时候他在这个 很棒的敬拜赞美 跟很棒的信息里面 他领受了很多圣经的知识 可是其实小组有帮助他 能够真的把它落实出来 譬如说我们在聚会的时候 我们听到彼此相爱 然后我们或者是我们听到 关于怎么样的谦卑 对付我们自己的老我 或者我们背十架来跟随主 可是这些东西 如果不在小组里面 你会发现 我们增长了很多的知识 可是却没有生命 我们会变得 这个知识让我们变得自高自大 可是却没有那个 能够彼此造就人的爱心 因为很多人不喜欢他小组 因为小组里面 真的有些人不太可爱 可是正是因为他们存在这里 那就是让我们操练 说我们所听到的彼此相爱 我们能不能去爱他 我们所听到的说 怎么样的来背起 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 怎么样子的谦卑我们自己 这些东西就是正好 就是在这样的群体的生活当中 让我们去学习 让我们去操练去应用 我们真的以为 我们拥有这些知识 我们就好像已经活在那里 其实不然 当我们在小组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 其实我们需要学的还多着呢 我们就想起来 我们就想起来